大家好,那么英国的金融时报呢,22号引述之前的说法啊,说台湾的国安秘书长吴钊燮,外交部长林家龙上周访问华盛顿,部分的美国官员担心啊,赖清德缺乏外交经验 对此呢,涉外人士透露啊,说白宫于23日的背景说明会中强调台湾现任领导层致力于维持现状与和平稳定,意在驳斥金融时报提出的依赖论 金融时报呢,22号指出,部分美国官员私底下对赖清德感到紧张,因为赖缺乏外交经验,被认为比蔡英文更难预测 白宫呢,于报道刊出后呢,23号召开背景说明会,除聚焦顾立苏立文啊,苏立文27号至29号访问中国议题,也回应了美方 对这个吴钊燮以及赖清德政府相关的看法 美国呢,一直遵循以一法三公报六保证为指引的一中政策 白宫认为呢,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湾独立 希望和平解决两岸分歧,是其主要的政策 白宫官员指,预期苏立文访问中国的会谈,将提及有关中国对台军事外交经济施压的忧心 中方破坏稳定及升高危险,会持续敦促北京当局与台北保持有益的对话 白宫官员指出,从台北看到的一切都表明县领导层致力于维持现状与和平稳定 台湾方面呢,也在公开声明中强调这点 那么,涉外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此言意在驳斥金融时报 报道的关于美方不放心赖清德 白宫官员还指,台北与北京当局直接有益的对话是解决台海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 希望能在此会谈中向中方提及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白宫方面的这个解释呢 其实反而呢,印证了现在美国对民进党当局啊 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不信任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民进党当局啊 他现在这种做法,美国为什么不信任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呢,美国呢,他现在在国际上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这种局面 俄欧战争呢,不要看啊 现在乌军打到了俄境内,但实际上会刺激普京 刺激普京的结果呢,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会加强 另外呢,俄罗斯呢,他的高加索方向遭到乌军大工的空袭 那么也说俄罗斯的能源受到限制 那么就更加依赖于中国啊 远东的这条石油管线 反而更加依赖于中国 中俄的合作会大大加强 就美国在那边越努力 反而越有利于中国 你看战略上他就处于一种被动 你越打俄罗斯 俄罗斯反而越往中国这边靠 那这个时候呢,不能让中俄结盟 不能让中俄结盟 也就是中国一旦在南海发生战争 和美国发生战争的话 那中俄一定结盟 那么这个可能性呢 唯一的可能性在哪?就在台湾 所以现在美国就必须来制止民进党 制止赖清德他的过激言行 赖清德刚上任的时候呢 可能觉得我获得了什么所谓的民意 你看我又当了这个总统 民进党又统治台湾 咱们就可以搞什么击毒 搞这个所谓的台独 但美国已经警告了 什么时候让你毒是我说了算 不是你民进党说了算 你们是我的马仔 得听我 安排有一个整体的节奏 但是现在民进党 赖清德现在看啊 跃跃于是不太听话 那么也说民进党当局 现在的很多行为 特别是赖清德最近一段时间 天天在讲一边一国 天天在讲所谓两国论 刺激了中国 那么中国就加大了台海周边的军事演习力度 而且现在来看 民进党最早啊认为中国 顶多是演习几天以后 演习息鼓 然后就回到常态 但是今天现在看 中国不但没有结束演习 中国在泰州边的活动 反而是常态化 常态化越过海峡中线 常态化对台湾封堵 而且呢 中国的战略呢 还使用海警 来对台湾的进出船只进行封锁 这样的话就超出了美国和台湾的预判 就原本你以为台湾呢 叫嚣这个所谓的台独啊 打个嘴炮 然后呢 大陆那边演习息鼓 又回到各自的原来的状态 咱们就能正常的贸易 结果中国是给你来真的 中国把台湾围堵 把台湾围堵 把整个的这个军事演习 向整个台湾岛方向 杀海里方向推动 让美国很紧张 因为这个离得近了现在的时候 美国一旦掌握不了这个节奏 现在一旦开达 你说美国就还是不就台湾 就台湾的话 两岸开战 美国加入中俄结盟 中俄的结盟是美国战略上的最大失败 那可能会导致整个欧洲方向 中国的军事力量会进入欧洲 那么俄罗斯会借助中国的军事力量 在欧洲扩张 那么美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黑海 东地中海的势力范围 也会被中国和俄罗斯夺取 那么同样俄罗斯会和中国来结合 来突破第一岛链 那日本可能会被肢解 琉球可能会独立 甚至连菲律宾可能都会失去美国 那大家想象一下中俄结盟这种威力 那最关键的就是台湾 就是美国现在为什么要召见台湾这些代表 召见赖清德的心腹 就告诉你们你们所有的行为要有一个节制 不能在我的整体规划之外 不能突破了我的节奏 不能按照你台独的节奏走 所以美国的战略上其实他是无奈 因为他现在必须先把俄罗斯击倒 回过头来再打中国 这有点像当年德国 希特勒 希特勒就是这样 两面开战 一面是跟这个德国美国开战 一面是跟苏联 跟英国美国 一面是跟苏联 所以德国也是两线作战 所以他必须击倒对方以后 回过头来 再去东线开战 那么现在美国也是一样 也是父辈受敌 还不算中东的 那中东要中国俄罗斯一起结盟以后 那中东地区 以色列就完了 那以色列就没有好日子了 你想一想 那数亿的穆斯林 生吞活泼了一帮犹太人的 那帮穆斯林可不是都是省油的灯啊 给了他们这个知识 犹太人真的会被生吞活泼了 那整个中东 美国就没有立足之地啊 美国难不难 美国非常困难 要一种非常稳定的关系 要不能破坏 那么台湾赖清德 你看就你闹得欢 我刚才现在都不排除什么 美国可能已经开始想 想要换掉赖清德了 赖清德刚上来 可能要换掉他 有替补啊 最听话的美国CIA中情局的 那不还有个女的呢吗 那浑血吗 一个日本女人 对吧 副总统换掉 郑总统不就完了吗 郑总统怎么换掉 有人说 哎呀 民主选举怎么 你美国说就换 那不很容易吗 意外 枪击 对吧 突然得病了 去世了 那不立刻就换了吗 你千万你千万不要以为美国做不出来 所以赖清德你看非常老实 现在 又该公开喊什么中华民国了哟 你看最近赖清德喊话 他敢那么激进吗 又天天拿着中华民国 拿着中华民国的马甲 天天出来穿着穿着晃晃了 这就是民进党现在最难受的地方 想跟大陆横又横不了 美国拉着他 为什么 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 不能让你开战 让你死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 你去死吧 开战独立 现在你想独立就独立吗 两千三百万人台湾能决定自己命运吗 这不搞笑吗 连你们选出的总统赖清德自己明天死不死 自己都不知道 还有一个备胎在等着呢 那副总统 就是美国中央情局的 我告诉大家 那毫无疑问了 那就是中情局的 法国的俄罗斯的情报机构 那报告写的明明白白 那对台湾 你不要以为台湾这些领导人 都特别像白莲花一样 是不是 就爱台湾 它背后有很多不可告人的过去历史 告你的国民党 那一半都是中情局的 一半都被美国 那早就渗透了 民进党的更是 台湾被人美国的渗透成筛子了 什么吗 维护中华民国呀 这个那个 笑话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中华民国就是个笑话 现在看 美国想把你台湾人怎么样就怎么样 还不能说 这叫以美论 听懂了吧 你就在我这听一听得了 你问台湾哪个敢讲 以美论这叫 再怎么样 就给你召见过去了 告诉你 警告你 老实点 不听话 就你换掉了 再来听得 这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主权呢 什么独立呀 就满世界跟中国人 就跟中国那种国旗较劲嘛 也就也就在这能力了 美国人一来立刻怂了 得听美国的 所以你看懂这个逻辑你就知道了 不能让中俄结盟 那么台湾问题就必须由美国来把控了 所以你也就知道为什么中国现在台海这么横 这台湾人感觉到中国为什么这么横啊 就是中国怎么就不停一下呢 我干嘛停啊 我干嘛停啊 美国希望我停啊 美国希望回到过去啊 我干嘛停啊 是你有求于我呀 是你不想让我中国和俄罗斯结盟啊 我干嘛停啊 我到十二海里面啊 没到没到就继续 咱们就继续切香肠 谁怕谁呀 听懂这逻辑没有台湾人 是你们怂了 你们觉得如果不怂的话 咱们就 是吧 咱们就来一个 是吧 告了蔡 赖清德 咱们就来一个宣布独立 就来一个过激的 是吧 哪怕你在台湾海峡 你驱逐一下中国的军舰 你围堵一下中国的渔船 你做一件事都行 为什么不敢做啊 你千万别说你爱中国人 你怕影响两个关系 你千万别说这话 当年你杀中国渔民的时候 可从来没有这么心慈手软过 为什么怕了 为什么不敢做了 为什么长荣给大陆贵了 现在又他们支持就二共识了 又反对台独了 听懂逻辑没有 台湾人好好听 海外华人也好好听听 这你知道为什么中国现在这么硬气了吧 是你有求于我呀 是你在俄乌战场 你在中东战场 你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 等着中国来帮忙呢吗 你不能让这个方向 现在就打 得按照你的要求 所以这也是你看 现在沙利文访问北京的原因 为什么要谈台湾问题 你中国不要欺人太甚哦 你中国不要在这个台湾问题上 你说你挤压我的底线哦 中国当然也要跟他谈了 你管一管赖清德 天天跟大陆喊什么喊 横什么横又不敢做 管一管你们自己的小小马仔 就这么一个结果 你说台湾还能做什么 台湾什么不能做 就等着美国最后一声令下 让台湾去死 美国让你独立 你得独立啊 看到了吧 时刻紧绷着 得跟大陆斗 但是呢缓和关系不行 打呢 打又不行 得等什么 等美国的命令才能打 这就是国军 这就是国军 像不像个傀儡 连个主权都没有 每天喊着什么 都把我们2300人决定自己命运 最搞笑的地方